哈嘍大家好我是大師熊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VB還有Discord 好那在今天悠辰在你官方微信呢 公告了這一次的榮葉的技能介紹部分 啊 然後榮葉的造型就是這樣子 在手游裡面他眼神跟 當機板眼神差的蠻多了 好不過還算是 ok 啦 服裝來說我覺得是 ok 的啊 那獅子咒斯屬性為暗 那天賦的部分呢 他是無視光屬性克制 也就是說他等於是一個 類似無屬性的樣子 但是他 呃 最大最大的特色就是 這個無視光屬性相克 也就是說你再也不用害怕 光屬性因您攻擊榮葉了 那氣血越高的 越高傷害物理免傷越高 那10%到25% 那你受到傷害之後呢 可以對攻擊者施加一個有害狀態 哦 不過這是被打才會有 然後跟血魂 那血魂是新的哦 榮葉主動攻擊對戰前呢 對所有攜帶血魂 狀態的敵方哦 造成一次的法術傷害哦 是施術者法攻的40% 而且注意看哦 他是說對所有攜帶的哦 也就是說 呃你 場上的人呢 有五 假設五個好 五個都有顯魂狀態的話 你只要攻擊 主動攻擊就好了 對戰之前就對攜帶 對所有攜帶血魂狀態的人造成一次法術傷害 從字面上的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這樣子啊 就是場上五個人 我榮葉只要隨便打一個人 就可以觸發這個敵方造成一次法術傷害 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對所有攜帶嘛 他他講的啊 也就是說場上有五個的話 那我榮葉只要打一個人 那所有人都會 造成這個法術傷害嗎 從文字上面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的啊 還是他是打打的那個人 對他說對所有啊 不然幹嘛加所有 嗯還是我誤會了 這邊是寫什麼 我看一下 對攻擊目標施加血魂嗎 然後榮葉與攜帶血魂狀態的敵人 作戰有更強大的速度的能力更防害能力 可是這邊是寫對所有攜帶血魂狀態造成 嗯 感覺應該是打一個人而已啦 應該不是我所說的那個樣子 對 如果是我所說的那樣子也太 太嗯 ok 這還不錯啦 但 應該不是我所理解的那個樣子 應該是 打的那個人啊 應該是說我覺得 就算是放 把術放危機的話 應該也是被打中的人才會觸發才對 好 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6倍的傷害 這是千利鬼市 然後對戰之前呢 與其他血魂狀態的敵人 施加豐脈 哦哦哦哦哦哦哦 而且對戰錢啊很多都對戰錢 持續兩個回合哦 哦那目標如果攜帶血魂的時候呢 你的髮刷提高50%哦 然後剛才就學減少1哦 這應該是Cd3吧 很容易做的還蠻漂亮的 嘿嘿 ok 好 一心幾度 選擇一個目標與其交換器學百分比 哦是選敵人哦 然後自身或者再行動兩個 那麼目標是敵人呢 則對其施加4個隨機有害狀態 這個是7DG 敵人是4 等一下 氣血交換 等一下 選擇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是敵方和友方 應該說我知道畫面敵人是4個隨機debuff 可是這個換器學百分比敵人也可以換嗎 因為這個GIF圖 他沒有 血量都是百分百啊 哎這樣是有還沒有啊 看一下 可以了可以可以不僅可以跟敵方換血 ok 同也可以做用於友方 啊 哦 ok 懂得他意思 可以跟敵人換血 也可以跟友方換血 但是 像打boss戰啊 boss戰 有這天批日的話 這一招應該是沒有用的 如果如果有用哦 如果有用哦 那打boss超輕鬆的哦 但我覺得應該是沒用 改版之後 我們去打那個聰明就知道了 會不會擋這個 應該是會擋啊 但是我讓農業會打一打 然後再換血就好了啊 對不對 好 再來絕學血之靈雀 這麼長啊 主動使用哦 對範圍鏈的所有友方增加神略哦 三回合哦 然後暗屬性友方哦 額外施加暗凱啊 哎那蠻不錯的 也就是說我可以組一個暗權隊了 然後帶貨用 然後帶農業 可以增加神略又暗凱哇哦 递捷哦 递捷是戰鬥開始 友方有陰千陽的時候呢 實在递捷 那递捷的buff是遭受攻擊 受到正面傷害時免除死亡 哇哦 哇哦 對其施加递捷 等一下 递捷是所有人嗎 還是自己 觸發免死後的榮業哦 是榮業而已啊 或者血魂之氣的狀態 陰千陽獲得激怒哦 那 血魂之氣的buff是回合開始的時候損失自身 觸發的大型氣血 攻擊陰千陽觸發 其免死者死亡後移除哦 那激怒的話是除了氣血外哦 這是陰千陽的部分 全數叫死吧 攻擊陰千陽觸發 以免死者死亡後移除哦 等一下哦 嗯 嗯 OK 觸發免死之後的榮業會恢復是氣血50%嗎 那這個時候你的音效或者激怒狀態 也就是說你要讓你陰千陽的輸出 變高的話 就是故意讓榮業去送死 然後觸發這個免死狀態之後 因為榮業還活著嘛 但是他身上有血魂之氣 血魂之氣每回合開始的時候 就會損失自身 15%的當成氣血哦 嗯哼 那攻擊陰千陽之後會把這個buff消失哦 這樣激怒也會消失 也就是說你要 就是讓陰千陽不要被攻擊到啦 就會應該會一直持續著 他沒有說回合是多少 OK好 被動哦 久離血氣 行動結束時呢 如果本回合使用過絕血哦 則恢復自身30%的氣血 哦他是被動哦 你只要使用過絕血就會恢復 哇 哎蠻好的 可是他是對戰起來還是 對戰後啊 嗯 等一下 我覺得是對戰後啊 本回合使用過絕血應該 呃可能也不是對戰後 應該是回合結束的時候回血 有可能是這樣 那你主動使用的話是對目標使家 血氣跟疲弱 血氣是 隆越遭受攻擊後 為死亡 則對其造成損失氣血等同傷害啊 啊這是無法免疫不可驅散的 哎那還不錯 遭受攻擊 然後沒有死亡時 對其造成損失氣血等同傷害 嗯 我覺得隆技是當卡詞 氣鼓力魂 對範圍內的所有敵人造成0.3倍的傷害 好真是加血魂的buff 啊好他直線了 這句還蠻長的 直線兩個回合 哦正法 天命玄夜陣 上次龍夜小客柱油 各一位的時候呢 我是指導 柱油應該是群木之啊 那你就說群木之 是柱油了哦 我為什麼會這樣猜 因為在還生前裡面呢 呃當時要雙雙就是那個 太月隱翼啊啊就 哎那個龍夜的時候 因為他被那個 九月天尊之劍所傷嘛 那時候陰前陽跟 曲木之都是 可以幫他做 治療的人 那最後最適合是曲木之 應該是文曲心 那 這個正法通常是跟自己有關係的人 那他寫俠克跟柱油 那俠克大家都知道是陰前陽了 那柱油 我猜就是曲木之了 那曲木之 在還生前裡面 雖然是 補血當當沒有錯啦 但是他也會法術傷害 也會關屬性的法術 嗯他 他是注意到 到底是意外還是不意外呢 不出意外的話 馬上就要出意外了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基本是希望曲木之是咒死啊 好 那 後面重點是 與無克制關係的目標對戰中呢 傷害提升8% 哎還不錯 那你受到克制 只降低8% 哎這個其實還 還蠻不錯的啊 我覺得他蠻有 蠻有蠻有特色的 嗯 好了看起來就是陰前陽跟榮葉 你要一起抽到了 OK這邊魂石參考 OK 還不錯哎 整體下來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的 果然二周年的角色 就是不一樣 希望今年可以再給 天地節 一個很好很好的這個 這個發展 好了 那今天的榮葉介紹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這是我們的IG FB Twitch BBD還有DISCO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